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为了度过一切众生 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下面我们学习 若菩萨行能闪烁海 我们正式宣讲之前 跟大家说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现在我们这部论典的学习 前几篇已经讲完了 那么现在整个论典来讲 还有相当一部分的内容 在这里也提一个希望 大家不要中间放松下去 放松下去 因为我们学习 这样的一个论典就非常不容易 中间断了以后 以前我们上师如意宝也讲了 即生当中如果断了传承 断了有些非常殊胜的大乘佛法 那么乃至生生世世 首先遇不到佛法 即使你遇到了佛法 中间也会经常出现一些违缘 然后不能圆满完成 生生世世 你的这种习气 不好的习气 一直延续下去 这样对我们的来世 做了不好的一种开端 也是立下了不好的缘起 所以大家 因为我们现在 依靠各种方便方法来传播 所以不一定 你非要在人面前听到 第一个必须 声音的传承 这个要圆满 听的过程当中 不要打瞌睡 而且在中间说话 做事情 这些都不合理的 你既然要听佛法 我们前面已经讲了 闻法的疾病规律 所以必须要按照 听闻者的要求来 大家听受殊胜的法要 这一点应该非常重要 有些人因为听了 一段时间以后 好像觉得没有什么意思 或者没有什么内容 就觉得是 尤其是前世对大乘佛法没有 怎么说 对大乘佛法 串习得不太深的 有些人的相续当中 经常产生这样的恶念邪见 所以我们也非常希望 大家听受圆满 一部论典如果没有听受圆满 那么很多论也很困难的 一般来讲 我们要学习佛法的时候 大家应该有个长远的安排 不要认为是 一个月当中听完 两个月当中听完 或者说一年当中听完 千万不能这么想 听受佛法应该 自己有生之念的时间 最好是全部用于时间 就像以前的一些 大成就者和修行人一样 如果全部不能用于时间 那么我们自己每天都 或者说一个礼拜当中 尤其是在外面的一些在家人来讲 的确是 空中时间是非常困难的 这一点我也理解 但是目前的情况来看 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状况 也可以的 有时候我可能 心情也有一些变化 看见很多人不争气 然后心里不高兴 但有时候 也的确是很不错的 因为现在外面很多人 以前在这方面的习惯没有 这方面的传统没有 这方面的道路基本上都是没有 所以我们现在通过这种方法 来推广佛教的基本知识 应该说 对有些人来讲 我认为是有意义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佛教的教义是那么殊胜的 我们都是戒严之一 具有法相的人 所以这么殊胜的法要 让我们享用以后 很多人修学佛法的 愿望相当强 这样一来我觉得大家听受了佛法以后 应该有很大的利益 这样一来希望大家 在听受佛法的过程当中 可能会出现一些违缘 出现一些不顺心的事 这些不一定是 因为我们听了佛法以后出现的 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 经常我们的生命流失当中 经常也是遇到 这样那样的一些折磨 这一点是自然现象 对我们来讲 这个是作为一个修行人来讲 也不要太执著 这是一个事情 我们现在这样 听受佛法的机会 我个人认为的确也是 来自不易 而且不仅仅是我一个人 传完了法以后 全部都马上去接受 所以我们现在 通过这种方式来给大家 关注佛教的智慧教育 还是接触了 很多人的帮助和支持 所以我们说完了以后 通过法本也好 通过真理也好 这方面我觉得也需要 具有智慧人的力量 我们这里也有许许多多人的参与 他们的智慧和功夫 也是离不开的 而且我们这样 外面传播以后 尤其是这样的 《入行论》的讲迹 包括我们的一些光盘 那么这也是的确是 具有信心人的一些帮助和支持 所以我个人的角度来讲 也是非常感谢所有的 支持我们弘法的 这些道友和佛友 因为我个人来讲 你们也知道力量是很薄弱的 心里面的确也是想 依靠佛法来 就像现在那样的赚钱 依靠佛法来搞世间法 依靠佛法来搞一些 这样那样的搞政治境界 这些方面 连梦中也没有想法 应该想我们所谓的佛法 就没有任何条件的 只要对方是真正的发起 我们无条件地 应该送到他的家门口 心里面有这么样的想法 但是没有 依靠很多人的帮助和支持 一个人虽然心里有这样的想法 但实际上是无能为力的 但我们意愿 也是非常殊胜 所以凭借很多人的 这种发心和帮助 我个人觉得 有时候也是非常感谢 我们凡是支持大乘佛法的 这样所有的道友 不管是对我们这样弘法的 空间也好 虚空也好 包括我们的一些方便法 需要很多人力 需要很多的帮助 这样以后 大家都有一种菩提心的善举 否则我看谁也不一定 这样能做得下来 因此我们内心当中 应该感谢所有的 支持我们 帮助我们的这些人 同时我们要回向 回向什么呢 就是我们这次 所得到的这些善根 愿这些众生为主的 所有六道父母 早日获得解脱 这是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来讲 应该来说是 经常要观想的事情 同时大家在学习的时候 辅导的时候一定要认真 因为我们学习佛法 应该说是 我本人来讲虽然学得不好 但是怎么样学习 学习佛法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 来在自相续当中获得智慧 这样的经念和一些 这方面应该算是比较丰富的 经过二十年以来 应该说对佛教的教育 对佛教进行传播 而到了现在 所以我们应该 通过经念可以表明 任何一个学习佛法的人 并不要认为 这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不用这么想 大家一定要 讲完了以后 一定要自己下来过后看 我们外面有些法本 一而再再而三地 一直反反复复地看 看完了以后 有些法本都已经开始 可能有些法本质量的问题 有些法本真的里面 因为他看得太多了 一看都知道哪些是比较精进的 哪些不精进的 包括我们学院当中的有些 谁是精进谁不精进 从法本上也是可以看得出来 有些人的法本 你到上课的时候 就拿来到那边去 然后上课听完了以后 回来放在那儿 从来不懂的 而有些人不是这样的 反反复复地背诵 一直翻 应该通过这种途径 自相续当中真的生起菩提心 这是一种方法 还有我们通过考试 通过辩论 通过一些研讨 辅导 这种方式来也可以获得 虽然表面上看 《入菩萨行论》应该说 不是特别难懂的一部论典 但是你如果没有下一定的功夫 你认为我听的时候 基本上都听得懂的话 在我们心的相续当中 不能串习 光是你知道一下 也不可能的 我们看到 这是河牛 这是可以河 这个河会接客的 我们光看了以后不行的 你真的要为了制止自己的干河 可能一定要享用 一定要饮用 没有饮用的话 不能解决问题 同样的道理 大家一定要下来过后 不要口头上 或者文字上 表面上过一下就可以了 不要为了完成一个任务就可以了 不要信心研究 两三天看完了以后 或者辅导几次 这样就完了 千万不要这样想 我看到现在部分的一些居士 真的学得也是相当不错的 从我们这部法的开始 一直到现在 基本上应该说每一个礼拜 从来没有断过 一直共修 通过这种方式 不管是你住在城市里面 在寺院里面 对你的相续 一定会有帮助的 没有下一点功夫 任何一个事情 不会成功的 甚至我们挖一块地 也是没有下一点功夫 自然而然 行程恐怕是不现实的 所以我想大家 作为我本人来讲 的确是 我们今年的这种风法方法 还是有一定的压力和困难 但是我也是尽心尽力的 就要观想到大家 学佛的行事如是切的话 那么我也是尽心尽力地去做 比如说我今天 早上五点钟 大概四点钟起来 晚上刚刚下车 好多道友劝我不要上课 我们去马尔坎 看门座上师 一路上一直颠簸 一路上确实有点累 但是我想我们这么多的佛法 应该是不能以简单的一些 出去的理由 或者说一些简单的事 顺便断了 这样不太好 只是一方面 习惯也不太好 昨天我跟你们讲的一样 前一段时间 他们也是通过各种方式来 让我去中安通帐部的开会 这样的 我为什么是 一方面确实身体也不好 不得不积聚 一方面也是相方式法 我们的学习佛法 作为修行人 学习佛法是最重要的 那么其他的一些世间 一般来讲 我们对世间人面对 交谈的兴趣不太浓 再加上我们每一个人 如果自己造一些这样那样的琐事 谁都没有时间的 大人也有大人的事情 小人也有小人的事情 但是我想对我来讲 应该自己也是闻思修行 给别人也是稍微 能起到一点作用的话 说一点法 这个是我有生之年当中 最愿意的一件事情 这并不是我今天 昨天我的心情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我想我们接触 我们这里大多数的人 接触的可能有十多年 二十年的也有 那么这样 经过这么多年互相认识 应该知道 我们对佛教里面的 尤其是上师如意宝 讲经说法和听经闻法 是什么样的 放在什么样的位置上 这个是每一个道友心中有数 所以我想 我们虽然干不上上师的足迹 这个是我们自己 不管是从哪方面 断正功德也好 慈悲菩提心那方面来讲 像我来讲 确实是百分之一 千分之一上师的功德 都是没有的 但不管怎么样 我们还是要追顺以前的高尚大德们 对众生相续当中的智慧 这个毁灭 应该说是最需要重视的 因此我们外面的有些道友 我今天要出差 又断了这个传承 今天我跟这个上师要超善 又断这个传承 今天我到那个寺院里面去 又要断一个传承 所以我想 我听到有些话的时候 自己觉得 我跟他们的想法是不同的 我们以前不管是 一直哪一个上师 对听经说法应该说是 在所有的事情当中是最重视的 那么其他的很多事情 当然白白上师或者见一见 这也是没有什么 不可以的 但是这个放在工作中心 恐怕只有表面上的一些工作 谁都可以做得出来 以佛法借口也可以 除佛法以外的一些事情 做的话也可以的 我觉得大家应该不要 今天就借口 明天借口 大多数的人来讲 可能不是这样的 这一点我也有信心的 但也有一些个别的人 一边认为我们学习一下 也可以挂一个名 但实际上我们以后的 菩提学会的有些各方面的 考试也好 要求的念诵 或者说一些以后的辅导 你愿意参加的话 我们应该观得越来越严格 否则 我觉得光是形象上 我是不太愿意的 包括学院里面的我们很多道友 应该是比较认识的 我们的有些想法和方法没有的话 大家都是不可能 有这种学习的进步 如果没有任何压力 这样的话 我这里每天都是 怎么样辛苦 怎么样给大家传讲 也是对大家 不一定有很大的利益 所以我想宣讲这样的佛法 就是为了大家得到利益 那么大家 你真正愿意 学习这部论典的话 希望大家不要在形象上过 应该你的工作当中 你的生活当中 必须要空中一部分来学习 最基本的要求 就是这样的 所以今天也是特别地要求大家 中间我们学习过程当中 不要放松 这是没有什么可放松的 我们一部论典当中 没有圆满的话 那五部大论 还有千见万论的这种闻思修行 根本没办法说 当然有些人 可能前世的这种习气有关系 比如说 我们有些读书的时候 有些学生怎么样 也是不想看书 他非要喜欢其他的一些法 包括我们的佛教徒当中 也有这样的 一听说闻思修行 他就特别都没有信心了 别的一些这样那样 做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事 他很有信心的 这种情况也有 个别的可能情况有 但我想按照 萨迦班智达的观点 你们即生当中 也没有听闻佛法 对佛法方面不产生兴趣的话 那么来世可能更更可怜了 因此今生当中 遇到这样的佛法 大家一定要认认真正地 去学习 有些人说 我们看书可不可以得传承啊 没有 不可能得到的 看书怎么会得传承的 这是你听都没有听 当然听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听圆满 没有听圆满的话 光是听一两句 或者你想听的时候听一下 不可能得传承的 然后如果听得非常圆满 你不管是处于哪一个环境当中 我自己认为 依靠以前上师们的窍诀 然后依靠现在的一些 高僧大德们的这些 一些弘法利生的方法等来推理 应该获得传承 所以说我想你们 轻而易举地住在自己的家里 住在自己的地方 获得了这样法要的传承 以前可能做梦 不一定能获得的一种机会 所以希望大家 中间不要放松 今天我提两个希望 大概是这样的 下面我们继续学习 今天所讲的内容就是 烦恼对我们的危害非常大 主要宣讲这个问题 讲得很清楚 因为我们前面已经分析了 所谓的烦恼 住在我的心里面 然后无始以来的危害我 已经讲了这个道理 那么危害的程度是什么样呢 有些人可能这样问 到底危害的话 我们世间上也经常遇到了 一些违缘 障碍 或者是一些远地的危害等等 那么危害的程度 跟我们世间的远地 害我们的程度 基本上相同吗 有可能会产生这样的疑问 那么下面寂天菩萨 回答的是什么呢 世间的任何一个仇人 任何一个远地 危害我们的程度 没办法相比 烦恼对我们的危害 世间也是非常的漫长 而且它的力量极为强大 同时危害的范围 也是相当的广阔 从几个方面来描述 或者分析的话 烦恼对我们的危害 确确实实是无法以语言来表达的 那么怎么样呢 比如说我们世间当中 如果害我们 那么威力最大的 力量最强大的 还是莫过于世间的天生 飞人 阿修罗以及 我们平时认为人间的 各种势力比较强大的一些 一些敌对的国家 敌人等等 这些人 那么他们是通过 什么样的方式来危害我们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 如果世间当中的天人 飞人 或者说一些鬼神邪魔等等 这些来危害我的话 最多是什么 我的财产全部都强光了 然后我宝贵的生命 也已经多了 再加上我自己拥有的 一切亲朋好友都摧毁 乃至我的身体全部摧毁 这完了以后 他们也没办法的 大家都知道 比如说我遇到一个特别可怕的魔鬼 那么魔鬼最多都是 我一次的生命就都走了 除此以外 可能他也没办法 乃至生生世世当中 让我投入到地狱的火里面 作为一个任何力量强大的魔鬼 也是无能为力的 然后我们世间当中 有些敌人 觉得这个敌人是 非常非常的可怕 可是这些敌人 不要说是一个两个人 甚至非常强大的一些国家 我们现在世间上的一些 美国 德国 还有英国等等 这些势力强大的这些国家 全部变成一个人的敌人 那么他们最多是什么 他们高科技的这些 坦克 火箭或者一些军用器 就开始向我进攻 最后将我的身体全部都摧毁 让我在这里离开人间 最多毁坏我的程度 就到到那里 过了以后 也就是说 我牺牲了一次的生命以后 再有没有办法害我呢 根本是没有的 就包括我什么亲朋好友 或者我的眷属 全都拿入一些监狱当中 除了这些以外 他们再怎么残暴的手段 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这是我们世间当中 不管是人也好 非人也好 他们对我们唯一的暴力 只有这种方式 除此之外 他们也不可能害我 所以我们世间当中 经常认为 哎 这个敌人是害过我无数次 他用刀子来 持之我的身体 他用恶语来 开始毁奔我 他把我的财产 全都抢完了 他对我搞生意的过程当中 也进行制造违缘等等 我们世间当中 经常认为是所谓的坏人 所谓害我的人 要么对自己的财产 要么对自己的身体 就像我们《中国宝马论》 里面所讲的 所嗔恨的对境 有九种情况吧 就像这样的 对我和我的亲戚等各方面 产生一些危害的时候 我们认为这就是我的怨敌 然后对他进行生嗔恨心 但实际上 我们真正用智慧来 进行分析的时候 他们对我们的危害 并不是非常过分的 也并不是相当严重 因为他们再怎么样也是 他们不可能让我们 堕入到无间地狱 在地狱里面 复活地狱 一直到黑森地狱 无间地狱当中 让我受无量遂欲 然后凹减 痴伤等等 这样的痛苦 现在世间上的任何一个敌人 有没有这个能力呢 绝对都是没有的 而我们前面所讲的 所谓烦恼的敌人 所谓烦恼的敌人的确 与之完全不相同 怎么不相同呢 我们前面也分析过 如果烦恼经常 在自相续当中没有离开 我们没有对治 而这个烦恼产生以后 让我相续当中生起贪心 破戒律 或者相续当中生起嗔恨心 毁谤金刚上师 毁谤一些严厉的对境 以及造无无间罪等等 造这样的恶业 那么依靠烦恼的趋势力 依靠烦恼的这种发动力 在我自己即生当中 也是毁坏我的一切善根 而且来世 乃至生生世世 无数的怜悦当中 让我在地狱的熊熊烈火当中受苦 所以当你堕入到地狱的时候 那这种痛苦呢 我们世间的任何痛苦 也是无法相比较的 就像以前龙猛菩萨在 《勤文书》里面说描述的一样 比如说 我们世间的三百个人 每一天都是拿着三百个长矛 然后再刺穿我的身体 这种痛苦是我们人家来讲 是非常的可怕的 可是我们地狱当中最轻的 复活地狱的一点一滴的痛苦 也没办法与它相比的 远远超过这种痛苦的 所以复活地狱的痛苦 也是远远超过这样的话 那无间地狱 或者我们下面所讲的烧热地狱等等 这些的痛苦更不用说了 那么这些地狱的痛苦 比如说我们热地狱里面的火焰 火焰如果遇到了世间善亡 非常坚硬的虚弥山 那么虚弥山一刹那间当中 全部坏毫无益 连一个微尘虚 也是不可能留下的 全部变成一团火焰 最后变成一个虚空 会有这样 所以我们所谓地狱的火 我们现在一般世间的任何一个高温 任何一个火 它的热度 没办法比较的 所以有时候 我们也可以这样想吧 我们现在世间的 小小的一个火焰 小小的一个火星 你接触的时候 烫得要命 人很痛得很 你不要接触 包括我们有时候 比如说用针灸 这个时候少少的一个火星 接触到我们身体的时候 我们觉得是相当痛的 可是地狱的火在千百万年当中 介入我的身体 又是诱惑 又是诱惑 这样翻来翻去的话 那么这种痛苦 我们一般人是能不能忍受 谁也无法忍受的 所以我们应该可以想一想 世间的任何一个敌人 最多都是让我 关在监狱里面 让我离开这个世间 一次性的痛苦 对我来讲应该说是非常难受 但是过了以后再也不可能 生生世世让你受苦的 而我们世间当中的烦恼的确是 不管是你的相续当中 生起了什么样的贪恋也好 或者成年也好 嫉妒 傲慢等等 所有的这些烦恼自相续当中生起 决定是有这样的能力 因此我们也始终都要分析 所谓的烦恼 就是不能把他看作 自己的迷友 一定要全力以赴地 想对治他 佛陀在《别解脱经》当中 也是这样说过 如果我们遇到了毒蛇 那么也尚失我们 即生当中的生命而已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对治烦恼 依靠烦恼而触犯戒律 最后在十万劫当中 也是不能获得解脱 并且在地狱的 男人的祸里面受苦 所以我们在座的人应该对烦恼 永远也是 不能有自相的烦恼 当然我们讲到一些 大乘不共观点的时候 烦恼极为菩提的观点也有 但是这个对我们现在来讲 暂时还没有达到这种境界 还没有达到境界的时候 任何一个烦恼 在自相续当中生起的时候 尽量地对治他 前前为敌 一人圣者 以前《法觉经》当中 也是有这样吧 意思就是说 我们在千万个敌人当中 如果一个人胜过这些人 那么我们世间当中认为 这个人是非常着不起的英雄 同样的道理 我们在世间当中 如果胜过烦恼 对治烦恼的 这种人也可以叫做智者 也可以叫做修行人 我们《大圆满前行》的后面 专门华士仁波切 引用了一些 阿底峡尊者的窍诀 就是如果相续当中 有了烦恼 他不叫真实的 名副即实的修行人 如果相续当中 真的能吹拂烦恼 对治烦恼 那这就是真正的修行人 所以作为一个修行人 首先要看清所谓烦恼的过失 他对我们的危害 他的危害心 他的严重心 知道以后我们真的 有智慧的人来讲 不得不关注 如果你知道 这个是有过失的东西 逐渐逐渐 不可能与他相伴 这是我们世间 任何一个东西 比如说我们看见一个衣服 首先觉得这个衣服很好看 后来觉得 这个衣服是如何如何 海动物的 如何如何 知道这个过失 从此以后对这件衣服 不会有大的兴趣 所以我们首先 应该认识烦恼 世间上的很多人 不是这样的 下面《入菩萨行论》 当中也会讲的 因为世间人认为 所谓的烦恼 比如说 贪心非常重的人 他认为 哦 这个是姿态丰富的美女 嗔恨心非常重的人 哦 这是英勇无畏的英雄 然后是愚痴心非常重的人 哦 他会享受 他会睡觉 他会过生活等等 世间人的这种 很多很多的想法 跟我们修行人 完全是不相同的 所以世间人所赞叹的 烦恼的一些功德 实际上我们修行佛法的智慧 来进行剖析的时候 确实是没有一点 一滴可赞叹的东西 因此他这里就是说 烦恼对我们的危害性 什么样的 这个问题大家应该搞清楚 下面继续说 无心烦恼第一 常住无尽其余 其余世间第一 明不日出久佛 他这里就是说 我们从世间的角度来讲 刚才让我们投入到地狱里面的 危害性的角度来讲 那么现在这里 烦恼对我们危害性的时间 也是相当长的 我们的心 认知烦恼的敌人 不仅仅是一天两天 不仅仅是一年来来 或者几十年 一生一世 不是这样的 应该说 从无始以来到现在 未来 过去 现在全部都是 所谓的烦恼 害我是无数无尽的 其余世间的任何一个敌人 根本不可能有 如是长的寿命 而且他害我的这种世间 根本不会如是长 我们大家都是 也应该知道 在世间当中 所谓的烦恼 害我们的话 恐怕有些人都这样认为 我现在没有烦恼 所谓的烦恼怎么会是害我 没有害过我 千万不能这么想 因为我们从日常生活当中 不管说我们前世变成牦牛 变成其他旁生地狱的众生 烦恼害我们的这种次数 我现在也是想一想不起来 但是想不起来 也实际上是害过无数次 这一点我们通过推理 也可以了知的 而仅仅是这一辈子 这一辈子从小到现在 烦恼 有没有一天不害你的呢 确实是没有的 有时候我们想好好地闻思 想好好地修行 想好好地看书 在那个时候 突然出现一些嗔恨心 然后自己根本没有自由 有时候生起贪心 有时候生起嫉妒心 所以自己很想做一个好人 但是经常烦恼在这里作怪 最后自己不由自主 自己一点自由都是没有的 只有随烦恼转的 所以有些人上午还算好一点 但是下午开始不行了 起烦恼了 然后原来的这种行为 完全都判若良人 完全都变一种人了 然后有些人白天还可以 晚上起烦恼不行 有些晚上还可以白天起烦恼 一天二十四小时当中 所谓的烦恼 贪嗔痴等 就是魔王普逊给我们 发射的在屋中毒箭 围住的八万四千烦恼 害过多少次 那么这个岁月 谁也可能算不出来 不仅仅是今世当中 一直从无始以来到现在 一直害我 现在也是正在害我们 而且现在如果害了 过一段时间不害也不要紧的 但是未来漫长的时日当中 一直会 只要我们没有对治它 没有根除它的种子 那么在无边无际的轮回时日当中 它也会不断地害我们 所以烦恼害我们的这种世间的确是非常的 应该说是漫长的 那么世间当中有没有这样呢 就是没有的 世间上的很多敌人 比如说你年轻的时候的敌人 现在都是有些死亡了 没有了 他的命不太长了 有些还没有过几年 过几个月的时候 马上都变成你最好的朋友 所以我们人生自己的经历来看 有时候确实是 世间当中像烦恼那样 危害相当大的 而且长期危害我的这样的敌人 我个人来讲 精神当中也是没有遇到过 因为现在出了家以后 确实也是没有给任何人打过家 也没有 吵架也是基本上都没有吧 有时候我们这里有些人 不太争气的时候 就顺便以好心好意的方式 来给他说批评几句 就真实为自己的事情 不相伦 以前我个人在家的时候 虽然在小学的时候也是打过家 然后在中学的时候打过家 但这些大家全部过了几年 过一段时间以后 全部都变成好友了 都没有留下什么伤害 有时候 我都记得在我们读师范的时候 有一个同学 叫做拉尔基 我们两个经常喝不弄 然后我们班里面 有一个叫做阿迦格西 他是比较像苏联人 那个拉尔基他比较像阿拉伯那边的人 有点像 但是我们两个有时候不太好 有一次我们准备打架 准备打架的时候 我们当天正在打开水 打开水的时候 当时我们学院里面 一个人只有一瓶乱水瓶 开水一天是这样的 除了这个以外 根本不给 然后我们正在打开水的时候 她开始对我有点态度不好 我也对她态度不好 然后吵起来了 然后吵架的时候 我好像说不出什么 我看一看 前面观开水的有一个老太太 叫做善良 看起来特别地难看 我实在是说不出什么 特别难听的话 我说你这个人很坏 你就想善良 她也可能说不出什么 她说你也想善良 这个时候善良老太太 已经听到了 听到以后 她就特别地不高兴 然后给我们两个 没有给水 当天就没有给水 本来我对老太太 关系好一点 因为我经常喜欢看书 经常自己坐在自己的寝室里面 有时候我每天中午打饭的时候 饭菜里面有一些鱼 我不敢吃鱼 然后我把这个鱼给给老太太 她经常给我提供开水 结果当天 我们一吵架 一打架 善良从此以后 再也不理我了 然后我们两个 大概是可能有一年的时间 一年时间完了以后 我们关系是非常好了 没有什么了 我可能在中转四年过程当中 印象应该算是 最深的这样 但我一直想到 这个时间很短的 但所谓的 我们相续当中的烦恼 可能你们每一个人 也可能发觉得到 并不是一天两天的 也并不是几十年的 世间的任何一个敌人 比如说国家与国家之间 以前中国与日本之间的关系 也是很糟糕的 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关系 也是很不好的 但过了几十年以后 互相谈判 所以任何人 国家与国家之间 人与人之间 任何一个敌人 害我们的世间 不可能一直如是长 所以我想大家应该这样想 所谓的烦恼 如果在自相续当中 不断地这样加害我们 我们在轮回当中 永远也是不可能解脱的 在轮回当中应该说 路是非常的遥远 以前龙猛菩萨在大智度论 当中也是这样讲的 龙猛菩萨大智度论 里面就是说 不明夜长 疲倦露长 余生死长 未知正法 大概是这么几句吧 意思就是说 我们不能睡眠的人 就觉得夜晚是非常的长 而路上疲倦 疲惫不堪的有些人 那么觉得漫漫路上是遥不可及 非常遥远 有这种感觉 然后作为一个凡夫人 不能了知对治烦恼的 这样一些愚痴的众生 在我们轮回的生涯当中 这个路上是更为漫长的 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不了知 一切诸法的空性和无我 就是不了知这个原因 所以我们作为修行人 即生当中真是 就像前一段时间讲的一样 盲人遇到大象的尾巴一样 我们现在遇到了 这么好的正法的时候 首先第一个 自己应该去 全力以赴地去修行 那么修行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应该用自己一辈子的经历 和一辈子的时间 最好是划在修行上 如果这样的话 一定会有所成就 我以前特别喜欢 有一个格鲁派的格西 叫做噶顿罗巴 他的一句话 是这样说的 他说 我从十一岁开始 闻思经论 那么我现在七十多岁的人 经过我六十多年的 这种刻骨钻念 和闻思修行 我现在终于证悟了 佛陀的密意 所以我想我们每一个人 应该有这么长的时间 到时候不说真正的证悟 如果你没有真实的证悟 那么自相续当中的这种定解 根本不可能退转 不可能退转的信心和见解 应该能得得到的 所以我们在座的有些修行人 千万不要当主 我一而再 再而三的原因 并不是我喜欢重复的 但是比较重要的时候 像以前残寨过门论师说讲的那样 就是比较重要的事情 必须要多次重复 所以我们很多人 学佛认为 这是一个战士的 好像你随随便便 做一两件事情 做一两件好事就完了 不用这么想的 就是一定要把自己所有的经历 划在佛法方面 到一定的时候自己才知道 自己相续当中的烦恼 也是有所见退 而且自己所了解的 佛法的真理有所增上 所以一般来讲 所谓佛法的伟大在什么地方呢 应该说是经过这么长的 历史的见念 在佛教的精神和智慧上 任何人也是没有找到什么错误 而且他的发展 非常平稳地发展 不像我们现在世间的一些 特异功能 世间的一些气功 暂时让他兴盛的时候 轰动意识 奇奇怪怪的 什么事情会发现 所有成千上百的人 就会信仰他 学习他 修持他 过了两三年或者五六年以后 全部消失无际 这种状况 可是我们佛教的这种状态 有智慧的人一直不断地研究 不断地成就 有一定的成效 而他的这种发展 跟我们世间的各种一些 奇奇怪怪的学问发展 完全是不相同的 因此我们有时候真的这样想 前一段时间有些人这样说 我还是非常有福报的 如果我没有遇到佛法 我以前的见解 可能会遇到一些外道 气功等等 可能入于这种宗派了 那么现在遇到佛法以后 现在才真正知道 一切万法的真理 就在佛教当中 所以说我想 我们大家学习的时候 一定要不要想得很多 今天在佛法当中 也是找不到什么 要不要在明天 在别的地方找一个精神庇护 千万不能这样想 如果这样想 你一只脚还没有闻 另一只脚抬 可能是危险的 因此我们对佛法 一定要去认认真正的 心安静下来 再不要想很多了 现在以次第的修持 这样以后 你的相续当中的烦恼 逐渐逐渐会减少的 所以我想我们也是在 依靠上师如意宝的加持 在学院当中这么多的人 每天都是闻思修行 有时候看了以后 真的心里非常欢喜 不说我们这么多的人 这种闻思 这种功德 真的如果有一个设法 可能在虚空节当中 也是很难容颅的 以前在别的一些道场当中 如果一天两天的 这些弘扬佛法和一天两天的 这些讲经说法 谁都不是很困难的 你们也是听一天两天的课 我觉得不是很困难的 但是我觉得 我们在座的有些道友 也是很伟大的 在这里也带了这么多念 而且很多人的言行举止 一言一行都有所明显的改变 刚开始来的时候 自己也是心得一些怪怪的 好像一直想求神通 马上要获得 你感见 马上要得到一种成就 但逐渐逐渐 你就已经归顺了 已经如意比较珍贵了 所以我们首先再三要求大家 佛教的基础很重 就像你要学一个 正值大学的课程 你一年级 二年级 或者是中学的这些课本 没有完成的话 直接跑到大学三年级的这种课程 恐怕一般来讲 好多老鼠都不一定认可 同样的道理 我们现在很多人马上要修 刚开始的时候 包括我们在内有这种状况 哎 听说是大圆满佛非常殊胜 大佛一定很殊胜 大树赢很殊胜 我首先一定要 一只一位上师 他马上要给我传一个 我马上要获得大圆满的成就 自己想得特别美 应该很简单 然后你学习一段时间 学习了一段时间以后 哦 原来我刚来的时候的想法 实际上并不是那么简单 我还在小学也没有读 中学也没有读 高中也没有读 我首先要一个大学的文凭 我要向大学的教授 恐怕除了非常利根的人以外 有一定的困难 所以我们学习 一步一步地来 在这个过程当中 自己尽量要对治自相续当中的烦恼 这是至关重要的一件事情 下面就是说 我们下一个颂词 就是这个教解 大家千万不要一直烦恼 你不要认为 自相续当中生起烦恼 我是多么了不起 千万不能想 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们世间人 世间当中的有些敌人 我们随从起义 百般地对他称施 恭敬 这样很有可能他会帮助我们 我们大家都知道 世间当中虽然有时候 人与人之间 发生各种矛盾 纠纷 甚至有一些血海深处 还有一些时代未敌的各种关系 但是我们通过对他 恭恭敬敬 时时刻刻地随从他 然后听从他 一直随顺他 那么这些人 也毕竟是人 到了一定的时候 很有可能反过来对你 不但不加害 反而帮助你 在我们人生的几十年当中 有时候也会有这样的 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之间关心是非常的糟糕 最后好像我也是依靠他 而成功我的事业等等 我们世间当中 也经常有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们世间人 我们如果顺顺他 很有可能 到了一定的时候 他会帮助我 他会支持我 而且我的各方面来 也获得利益 这就是世间人的一些做法 可是这个烦恼 不像这样的 烦恼如果我越恭敬他 越顺顺他 越听从他 他就越来越猖狂 越来越对我一点都不考虑 比如说我们相续当中 产生了一些愚痴的心 或者贪心 嗔恨心 你相续当中产生愚痴的心 每天都是想睡觉 想睡觉 今天好好地听从暗闹 我还是睡吧 然后我今天一直睡着 每天早上睡到七点钟 那么我今天随顺他 睡到七点钟 他随命烦恼 明天要求让我七点半 睡到七点半 他觉得还不够 然后我要听他的 我睡到七点半 他还要求我睡到八点钟 所以我越来越 随顺他的时候 他就越来越对我不在乎 而且对我进行加害 如果我相续当中 生起嗔恨心 那么我经常 随顺他没有对治的话 我的嗔恨心越来越严重 我相续当中生起贪心 就像我们佛子心里面 所讲的那样 就像相续当中的贪心 就像喝盐水一样 越享用越麻烦 现在世间上的人就是这样的 尤其是一些在城市里面的人 就是他每天都是 对自己的一些不如法的行为 已经习惯了 习惯了以后 正常的这种生活 短暂的时间当中 也是没有办法过的 可是出家人和一些 行持梵境性的人 成千上万的人也是在有生之念当中 过清净的生活也是同样的 对治自己相续当中的烦恼 所以我们如果对于烦恼 一直随顺他 自己不但受了 非常大的痛苦 而且在自己的相续 越来越粗暴 最后受到的痛苦 是更为严重的 因此世间当中 自古以来我们可以看得到 随顺烦恼而获得满足的 有多少人呢 可以说是没有的 然后我们通过 依靠佛法的智慧来对治烦恼 而获得成就的人 也是多少呢 那那个是无数无边的 所以所谓的烦恼 就像一个毒蛇一样 你毒蛇越来越接近它 越来越抑制它 它根本不可能对你慈悲的 一定会给你发出一些毒液 最后你自己的身心 全部会毁坏的 所以以前噶灯派的大德们 都给我们讲了很多非常殊胜的教言 比如说那日唐巴 在修行八诵当中也是这样讲的吧 我们时时刻刻 都是应该观察自己的心 什么时候自己的相续当中 生起烦恼的时候呢 你要知道所谓的烦恼 毁坏自己和他人 所以但愿我能立即强迫地断根 立即强迫地断除 所以像这种类似的所有的教言 我们应该记在自己的心里面 始终在自相续当中 生起烦恼的时候 应该想起了 一些传承上师们的教言 尤其是我们学过一些大圆满的人 学过一些宗观无我空性的人 那么当你生起烦恼的时候 观他的本体 无光尊者的大圆满禅定修习里面 也引用了很多薄弱的教证 讲烦恼 观为幻化的教言也讲了 还有比如说我相续当中 生起贪心 生起嗔恨心的时候 就是认识他的本性 到底我贪心在什么地方 他的本体是什么 颜色是什么 形状是什么 什么地方来的 什么地方去的 什么地方安住的等等 这样来进行观察的时候 最后所谓的烦恼全部小声离极 一点也是找不到他的重因 或者我们通过《宗观四百论》 和《宗论》当中所讲的那样 就是观他的本体 自然解脱 自解脱的本体 那么自解脱的本体 首先我也不存在 我相续当中的烦恼 那就是生女儿子的相貌一样 根本不可能存在 通过这种方式来真实观察的时候 虽然我们世间当中的凡夫人 首先肯定在相续当中有不同的烦恼 但是这种烦恼 依靠传承上师们的窍诀 一定会是能对治的 所以我们的佛法 不管是东方人 西方人 现在很多不学佛的人 通过佛法的教言 在自相续当中稍微修炼以后 对自己相续的帮助是非常大的 所以现在任何一个科学 任何一个其他的宗教 没有我们佛教对治烦恼的方法 都没有这种方法 所以以前米拉日巴尊者 也是在修行道科当中所说的那样 我们遇到违缘的时候 变成快乐 这就是修行人的一种喜剂 修行人的一种快乐 所以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 应该有时候 不管是你遇到什么困难 违缘或者障碍 这个时候观自己心的本体 这样以后 所谓的这种痛苦和困难 以自己的握持 执著而起 那么这些执著 实际上也可以通过空性 或者大圆满人世觉醒的方式 可以消失 所以这就是最好的一种办法 我们经常也是讲 大乘佛法当中 观空性 观我 或者观本来觉醒的这种窍诀来 在生活当中 我们不说是其他的吧 在平时我们生活当中 遇到一些痛苦 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 或者遇到一些闭魔的时候 你真正转用的方法 转为道用的最好的方法就是这种 如果没有这样 很多人遇到困难 前一段时间 我遇到有一位居士 他说我最近身体都是非常不好 而且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违缘 但是确实是佛法对我的生活 带来非常不可思议的一种成就 否则 我以前没有学佛的 在那个时候 我遇到这样的违缘和困难 那我就只有自杀 四路一条 除此之外 我不会选择其他的路 但是我现在有了佛法的这种智慧 才有勇气 还继续活在世间当中 所以当时我听了他的话以后 确实是他说的是 就是我们佛教徒的一种语言 这并不是说 口头上是赞他而已 在自己内心当中 真的佛法的妙衣用得上 这个佛法的妙衣 谁能用得上的话 对他是能有治疗的作用 当然我们用不上 光是在口头上 治上谈病的话 恐怕也是 不一定有很大的利益 所以我刚才的意思也是这样的 希望大家 当然我们一生当中有一点烦恼 也是 这个问题不是很大的 我认为最关键 我们对乃至生生世世 做一个好的开拓 好好的发愿 今生当中有一点烦恼 也可以对治烦恼 这不是什么大的事情 但是作为一个佛教徒 在其他的社会世人面前 应该自己有一种把握 有一种成就感 自己也对佛法有信心的 别人也看起来 这个佛教徒整天都是 愁迷苦恋 整天都是痛啊 哭啊 看起来也是致命 那在别人面前 我们觉得不好意思 所以一般不信佛教的人 或者是有些人 我心里面有点伤心 或者身体不太好的话 我都假装不说 哎 我很快乐 我很快乐 有时候凡夫人 当然有一些痛苦的 但是我想我们佛教徒 一方面在别人面前 也应该显出一个 自己修行的成就 修行的成就的话 你真的佛法融入 你相对相续当中 肯定是有这种快乐的 这个是没有什么说的 但是你即使没有的话 我们佛教徒应该是 首先经常认为自己快乐 逐渐逐渐自己 也会达到这样的境界当中 所以我们要对治烦恼的时候 一定要认清 这个烦恼对我们的危害 是非常严重的 因此千万不要一直烦恼 不要随顺烦恼 当烦恼生起来的时候 尽量地去制止 以前《三世如意宝》也讲过 如果自小继当中生起烦恼 实在是不能制止的时候 马上要祈祷自己的本尊和上师 无二无别观想 观想以后一直祈祷 祈祷以后的话 这个烦恼 暂时也许没有消失 但是它不会对你的修行 制造大的违缘 因为所谓的烦恼 非常可怕的 它如果生起来以后 很有可能自相续毁坏 所以自己祈祷 这一点也是传承上师们 对我们留下来的教言 今天学习到这里 主持人 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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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着历 这个节目 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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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着历 中一个节目 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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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